哈囉大家好,歡迎收聽鬼鬼畫連篇,我是鬼鬼 這個系列呢是以純聲音放送的單元節目 你可以在Podcast上與YouTube上同時收聽 請選擇你習慣的平台 這個系列呢沒有什麼新知識喔 只有鬼鬼的一些經驗分享與一些心得 每一集呢都會有一個主題 那麼是水溫的第一集要來分享的就是 為什麼你要選女生是變態嗎 這個大概在很多人的這個遊戲生涯中 不曉得會不會遇到這種話呢 大家在玩遊戲的時候 如果有性別男生女生你會選哪一個 如果是男生的話呢我自己的經驗喔 就是小時候的時候呢我會選擇男生 長大的時候呢我會選擇女生 我不知道這個大家的經驗有沒有相似的狀況 女生我太確定 但我覺得女生在小時候比較年輕的時候 好像也會通常都選女生 然後長大之後 欸你好像有的會漸漸開始選男生了 為什麼呢我的觀察喔我的觀察喔是這個 小時候呢你在玩遊戲的時候呢會把這個角色 帶入是自己你要成為這個角色 所以你會通常會選擇你同性別的一個角色 我要用我的形象進入這個世界去冒險 然後在這世界呢成為一個厲害的人 在小時候呢會有點這樣的感覺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驗呢 但是長大之後呢接受到更多網路的訊息 更多開闊的訊息之後呢 欸開始會選女生了 為什麼呢 是因為你想要當女生去騙裝備嗎 呃可能有些人真的是這樣 但我自己會選女生呢 是因為呢 呃這個角色會變成我 培養的一個角色 我想用我這個培養的角色呢 在這世界冒險 然後看我這個角色的成長 這邊會選女生呢是因為 女生通常會比較可愛 然後她的衣服裝備啊都會特別多 有的特別的好看花俏各種搭配呢 都會比男生多一些些 通常遊戲大概都會這樣做 現實中其實也是喔 女生的衣服就是 比較多可以搭配 比較多設計感 男生的就那些 就比較平常一些 當然有些特別也有 但就有點太特別 什麼視覺系啦 或是什麼大長大衣風衣那種的 有一些比較特別的裝飾 但就比較少 那女生來說同一種 光T恤光衣服光各種的 穿搭就非常多樣化喔 所以這邊選女生呢 欸你就可以把它裝扮的可愛可愛的 然後你在這個世界中呢 你就看著她 可愛的角色然後在裡面冒險 那不曉得女生們是怎麼想的呢 在現在長大之後 你的遊戲角色還會選女生嗎 應該我覺得這個比例呢 男生選女生的比例應該會比較高 但這邊我覺得男生會選女生的比例 應該是比女生選男生的比例還高 因為女生應該會喜歡打扮 那在角色中 選女生又可以打扮 然後又是自己熟悉的一個樣貌 應該會比較多 但也有一些女生會選男生 因為覺得男生帥 她想要做一個帥氣的角色 也是有這樣的狀況吧 就是看女生的喜好 這個其實選男生選女生都是一個喜好喔 就是你不一定要把她當作自己的角色去投入 然後就是把她當作一個第三者 然後你創的一個角色 然後你喜歡的角色去培養她 所以就是我覺得在 早期跟後期的 玩角色的角度會不太一樣喔 大家在邊收聽的話也可以在心裡想一下 這邊在YouTube上呢 我們會做一個投票活動 有男生 然後角色選男生 男生選女生 然後女生選女生 女生選男生 有四個選項 大家來投票看看 到底狀況會怎麼樣呢 我這邊來大膽預測一下喔 我這邊的觀眾年紀呢 欸大概成年人比較多 然後男生的比例還是比較多 所以這邊我猜想 男生選女生的比例 會比男生選男生的比例還高 那這兩個比例呢 都會比女生那邊的趴數還多 因為男生比較多嘛 那女生的部分我想 女生選女生的比例應該會高一些 應該會高於女生選男生的比例喔 所以這邊有四個排名就出來了 我們來之後來看一下這個 最後排名到底會不會這樣呢 我自己的經驗呢 我大概好像在 高中之後 玩的角色 那種線上角色阿 或是單機遊戲阿 好像就會開始選女性角色了耶 就開始體會到 欸女性角色可愛了 不再選一些臭男生了 那男生 就衣服少嘛 然後又不好看 然後在這個遊戲中 有一大陀拉庫都是男生 因為玩遊戲的比例 男生還是比較多啦 但不得不說 你用女性角色呢 就是會受到一些 比較好的對待 雖然對方也可能知道 這個操作者 不一定是女生 但因為他外表很可愛 你可能對他就好一點 不會這麼的壞 但如果對方是一個男生 然後那個外觀造型又那種 大光頭啦 然後又是那種龐克阿 就比較壞壞的那種感覺 你對他可能就不會有一個好印象 真的是一個大家的刻板印象都會在這邊浮現耶 在遊戲世界中 欸跟現實世界中 欸好像喔 遊戲呢就是一個現實世界中的一個縮影喔 我之前在實況上 如果玩的遊戲 剛好角色選的是女生 然後有時候就會遇到這樣的留言 就說 欸你為什麼要選女生 或是 欸鬼鬼你是女生嗎 為什麼 你要選女生 對就是會有這樣的疑問 但是就沒有人問 欸為什麼我選男生 欸應該我 可能是我很少選男生 對就是 好奇怪喔 為什麼還是會有這樣的印象 就是想說 欸男生一定只能選男生 女生一定選女生 感覺在現在這個比較開放的年代 就是網路資訊這麼發達呢 我覺得在 年紀比較小 接觸比較少這些網路的資訊 比較開放多元的這個訊息之前呢 還是會有這樣的刻板印象 也許跟家庭的教育還是有關吧 但畢竟這是遊戲中的選擇 所以跟性別認同 這些比較現實面的應該比較沒關係 所以你不能說 欸一個小男生 他一開始角色就選女生 你是不是覺得他 可能 呃娘娘腔 或是他 呃像 像女生這樣子 或是這樣 好像會太刻板印象 他可能只是覺得 女生角色比較可愛 或是女生角色比較強 所以他其實並沒有想太多 所以大家不要預設一些 呃他選女生或他選男生 是因為怎麼樣 怎麼怎麼樣 對就是最真實的狀況還是得問他 那一開始就有提到 在遊戲中選這個男生女生呢 感覺會受到年紀 還有他的一些見識所聞 網路對他做了多少事情 而有影響 那我在想 如果再過幾年 長更大 結婚 或是變成 嗯 老爺子的老媽子之類之後 會 有所改變嗎 長更大 嗯 不曉得還會不會再玩遊戲呢 現在就是 年輕人 長大之後 這遊戲世代的 玩家們 長大之後 還會繼續玩遊戲嗎 這也是我們之後 想探討的一個主題 那我在想 就是長大之後 你的角色選擇 會因此而改變嗎 我自己覺得 嗯 應該 我很難想像 外來是真的很難想像 但畢竟 喜歡女生這個 可愛的角色 其實長大之後 會突然轉變 想變成一個 帥氣男生的角色嗎 我自己感覺 還是會偏向 會選女生耶 但是目前其實 有一些新遊戲 推出了第三性別了 他沒有分 男生或女生 那 他就是特別 獨立出來的第三性 這也是反映 現實社會的 一個狀況 那 到底 第三性這角色 是不是 就是 可以穿女生裝備 然後又可以穿男生裝備 然後 外觀 可能是可以自由調整 你可以把它做得比較像女生 或做得比較像男生 或是就做成一個 呃 自己的樣貌 之類的 欸其實這樣的角色好像 也不壞 畢竟你就可以 搭配更多耶 有些女生的衣服 再配男生一些帥氣的 外觀或裝備呢 欸也許更好看 撇開性別不說 現在玩家應該會喜歡自己的角色 有更多 可以自定義 然後更多 個人化的一個選項吧 如果他這個無性角色是可以 呃 自由搭配雙方 原本 原本雙方的這種 男生女生的裝備 或衣服的話 他應該會變成一個 最流行的一個選擇 是遊戲 呃 呃 不一定為什麼一定要分男生女生呢 很多遊戲是 呃 他可能不是人型的角色 所以他就沒有性別 然後但是 一般的這種網路遊戲啊 武俠 或是什麼的 就還是會有男生女生的存在 畢竟很多遊戲中呢 還是有一個功能 就是社交 他可以只有遊戲認識一些人 所以他才會 讓大家設定男生女生 但因為在網路上 你又不知道對方 真的是男生還是女生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 設定上 就 不是那麼需要 大家認識互相彼此 有一定需要認識 異性嗎 就在遊戲中 欸 你也可以認識男生 你是男生 那你可以認識男生 認識一些好朋友 然後認識你一些 呃情同義和 就是話談得來的人 但他不一定是 呃異性 好 所以你也可以交到 呃不分性別 你不是說 你一定要去認識女生 然後你 你都一定要去認識男生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 沒有性別的 設定之後呢 你可能可以更自然的 跟其他人交流 我覺得這樣子可以比較自然的去互動 因為男生如果遇到就是 對方 呃女生角色你可能 說話就會比較 裝乖 呵呵 你可能就會收斂一點 就不會講一些大大大的話 或是 特別講一些好話 去討好對方之類的 但對方 可能就是一個男生呢 你也不知道 所以呢 如果真的沒有性別的隔閡 大家相處起來 應該會比較容易一點點 就不會 預設對方的 一個 呃性別嘛 那你就不會預設他 可能不喜歡聽這個話 可能喜歡聽這個話 就是一些比較刻板的一些訊息 就不會出現了 大家就會用比較自然的方式去 認識彼此 這樣感覺好像也是不錯 對社交來說 遊戲中的社交功能 應該會更好的發揮吧 好的 以上呢 就是第一集的 鬼鬼畫連篇 第一集呢 我們的主題大多會圍繞在 虛擬世界跟遊戲的部分喔 大家對這類的主題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記得關注這個 Podcast 與YouTube上的這個 播放列表 大家可以在上面 直接收聽到 那你可以不用特別去看畫面 聽聲音 戴個耳機 聽個聲音 然後打發你無聊的 大家吃時光 或上 欸上課還是好好上課 這些比較無聊的時光呢 可以來聽聽 有點像廣播的感覺 但它沒有像廣播 這麼自私 比較個人化的一個節目 那後面也有想到一些主題了 但如果大家也有想推薦 或想聽的一些主題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如果看到很有共鳴的主題呢 我們可能就會拿出來分享 那我想很多人也是第一次接觸到 這個純聲音的節目 這個Podcast呢 在台灣最近比較流行 所以今天來嘗試看看 大家不曉得 對這樣的一個形式的 廣播節目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或是你覺得有什麼地方 可以改進的部分 也可以跟我說喔 目前規劃是 每個禮拜三會更新一集 然後大概會在 早上六點的時候發布 我是鬼鬼 感謝大家收聽今天的 鬼鬼畫連篇 祝大家有一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次再會 大家掰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